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的 第二大的国家 名叫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布亚新几内亚由600多个岛屿组成 国土面积46万2840平方公里 人口762万 相比之下 新西兰的国土面积只有27万平方公里 人口也只有479万 但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两个发达国家相比 巴布亚新几内亚还属于贫困地区 人均GDP刚过2000美元 40%的国民 还生活在国际贫困县以下 巴布亚新几内亚人口762万 但地方语言却多达820多种 几乎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语言 这里的人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吵架被当成两口子之间最好的娱乐方式 如果谁能把对方说得哑口无言 谁就是最光荣的 林 居也都会来学习取经 当然两口子吵完架后仍然恩爱如初 首都墨尔兹比港是举世闻名的旅游城市 无处不数 无处不花 无花不美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属于典型的热带风光 非常优美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现在墨尔兹比港跟山东济南还是友好城市 在巴布亚新济内亚 有一位很有威望的华裔 名叫陈仲明 先后做过两任总理 陈仲明祖籍在广东台山市 父亲当年从祖国来到这里 跟当地一个土著大家族的女儿结婚 生下了陈仲明 仲明就是第二代中国子民的意思 后来陈仲明又给儿子起名为陈玉山 即告诫儿子不忘自己是台山人 陈仲明起初跟着父亲经上 后来进入政坛 成为该国第一位华裔国会议员 第一位华裔部长 1980年又成为第一位华裔总理 并于1994年再次担任总理 因陈仲明杰出的贡献 被英国女王牵后授予英国最高 勋士贤其是勋爵和英皇最高勋爵 巴布亚新几内亚属于英联邦成员 国家元首仍然是英国女王 陈仲明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的后代 数次访问中国 成为巴布亚新几内亚与中国联系的最佳纽带 2003年4月 陈仲明带着一家人回到家乡探心 受到了热情款待 激动的对家乡父老说 我永远是台山人 永远是中国人的儿子 在世界上还有不少国家的总统 总理都是中国人的后代 比如泰国的英拉 新加坡的李光耀 加拿大的武兵支等等 他们的祖辈 父辈离开中国 在一国他乡创建一片天地 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就像陈仲明这样 他们虽然身在一国他乡 但他们的根在中国 永远是中国人的儿子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